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杀罗莫安娜女警是康团队 我首先凭着对线打开优势 然后扇子巴 猪妹混一混 运营一下中期女警推塔 中期抱团就厉害了 就把那个比赛结束了 但是首先你的对线 其实并不是你的优势 现在女警一定要可以塔 其实你推不起来塔 这个英雄真的是任毛又没有 我觉得 就现在这个英雄不是说 你发育到后期 你打人就厉害了 不是一个憋的英雄 不是一个憋的英雄 现在反而是什么 女警要打退塔节奏 然后大者是打中期抱团节奏 现在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后期 一个英雄 就除非是你强行中路 拿一个能处相处的辅助 其实金克斯小炮维鲁斯吧 我觉得这三个英雄是值得保的 其实我最近觉得 金克斯这个英雄啊 可能都是可以拿的 金克斯这个英雄 我感觉最近 特别有些选手用出来 特别猛 但我觉得金克斯这个英雄啊 现在还是一定要搭配塔姆 第一波你得先躲过 因为金克斯实话 在团圈里面 第一波伤害你要躲不过的话 你就是任毛没有 木龙扇子妈或者唐姆扇子妈 对 必须要有扇子妈 这个英雄反正没扇子妈 我觉得还是别玩了 而且这个英雄就是属于那种 你如果觉得你的 ADC啊是超级厉害的 你有这个价值去保他的 可以选 是的 所以你Tidy嘛 一个Tidy 一个是那个 欧洲那个AD 也很猛 金克斯跟我觉得他影响蛮深的 反正现在你如果拿金克斯的话 就是得 把他当成一个大哥 在家里 大哥大 这是纯正的大哥大 大哥大不开心了 谁都不行 社团就没有了 社团就解散了 社团就解散了 这里吧 看一下 Top 你要这么说 其实就很简单 现在ADC要么就有强大的收割能力 小炮金克斯 要么有强大的打前排能力 就是维鲁斯 维鲁斯算上一半的大准吧 我觉得 让这特别的 平滑 像霞 霞的一个英雄 哇 对线强 中期强 后期也不弱 对 而且自保能力 这个英雄是真的很 真的很 就我觉得这个英雄 现在很多的选手 包括你说之前 像说到小狗 每次说到小狗 就是他们肯定不会捡霞落的 然后自己还要浪费一个班位 去扳掉霞 或者扳掉霞 其实现在我觉得选手 一定要去把版本强势 或者说版本那些备胎 我觉得都得练起来 我觉得小狗 他肌肉赛肯定会是 肯定会是 这个英雄 你如果肌肉赛 再不拿出来的话 其实你的BP是很难做的 其实我告诉你 小狗有一点 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印象 他往往他就 所有英雄他都会用 但是他用不到 八成八九成功力 他比赛里是不会拿的 有些英雄他不喜欢用 对 他喜欢用是像 然后维恩 当女警这些英雄 会EZ 对 其实他刚开始 也是比较排斥 像这种 静雅这些英雄 但是他爱惜 他后面都练起来了 所以我对你也看 有他这个RUNK的战绩 其实他也有练侠 对 之后的比赛 我觉得他肯定会用 他肯定要练到八九成以后 才会再拿出来 哎 落侠落侠嘛 下路这个组合 一定要打出这样的效果 是的 所以期待一下吧 我到这场比赛的话 金星东 在跟TOP的第二轮的 战斗里面 我觉得 其实延续 第一场的那种状态 其实还是蛮 蛮有机会赢下来的 而且还是要说 就是ZOM上场的表现 其实不错 对吧 其实ZOM这个选手 也是我觉得 就是比较被提出的 比较 对对对 上两天我谈到了 很多被提出的选手 一个宁王 一个Net 一个ZOM 这几个选手 就是好像 很多人不注意到他 但是其实你要 关注这赛季的LPL的话 其实你发现 这三兄弟 你敢不住之他 包括你对线 ZOM那个纳尔真 传染是真的很 他们纳尔真很厉害 ZOM那个纳尔真传染 是真的很厉害 是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上方的第二局 蓝色方的TOP 对这红色方的 ZOM今天我来马瑞在上路 想占到ZOM的便宜 他们看TOP 还不喜欢拿TOP 而且还搬掉了KARMA 这个搬PINK 他们其实是 搬了一手 宝牌的英雄 对吧 他其实ZOM 打宝牌吗 ZOM其实打的 会比较凶的 他们中上也 联动 其实打得要更厉害一点 这边最后一半 看一下 要不要送给 马瑞或者谁的英雄 马瑞 还是 蓝波 不知道马瑞 玩蓝波也是挺过分的 蓝波总是要 佳琉 这个要拿青钢影的 是不是 对 很像拿青钢影的 先拿一个纳尔 拿打青钢影 反正现在互有胜负吧 反正一直以来 青钢影都是认为 康德纳尔 就是这样的 以前纳尔强 青钢影康德纳尔 现在感觉 青钢影强 感觉纳尔这个英雄能混 你发现没有 其实这个版本吧 其实就是对上路的 这个生态链 还是挺有影响的 主要是纳尔英雄的 特质问题 他是为数不多的 能够当坦克 和开团的情况之下 一个上路的远程英雄 这把金东有点大变样 这鬼在那儿 这什么鬼 发育起来了 发育起来了 一看你这边家里 然后金东这边就直接 我先进走了 我这边选须已经发育了 好吧 跟你打后期慢慢玩 但Top这边 如果没有 不选青钢影的话 下一轮肯定没了 哈 哈拉你几毛 还是要打四宝一 那 他打四宝一 然后把卡姆和卡尔玛都翻了 其实我是觉得 维鲁斯加青钢影 或者静加青钢影都可以 你看这个好奇系 其实你是要打 加里奥陪个进场 那青钢影进场以后 维鲁斯跟静都能给上伤害 那女姐能做什么呢 放个Q 放个夹 放个Q 放个R 就没了 对吧 他不敢走上去输出的 对 所以他第三选吧 哦 赛恩 他没打算拿 没打算给马瑞拿这个进场 我还以为他们这把 肥肖马瑞许 那 整个的体系 其实跟上把差不多吧 还是一个 有点像那把 那个RW的 就是四坦克宝 你请 两把都是RW的战术呀 两把都是 坦克这么多 我玩维鲁斯 总没错吧 维鲁斯先选上来 其实甚至我觉得 这把玩维恩都行 没有吗 没有一点弱 这个版本 维鲁斯先拿下来 再说吧 后面的话 可以补一手布龙 你说 如果 现在右边是RNG 我觉得八成就拿维恩了 维恩吗 但维恩对线打你 你再打不了 是的 对线你还是比较手长的 看来这边 京东在第二轮的班人 他还是要办青钢影 因为青钢影有可能打野 因为现在要搬什么 搬配合家里要进场的一种 一个青钢影 一个黄子 黄子也可以 对吧 一个青钢影 搬着的黄子 我记得还是蛮强的 其实看着一个选手 我还是对他印象蛮深的 他在TOP的 有些比赛里面表现 还是蛮让人惊艳 是的 青钢影搬掉 然后TOP这里的话 应该是要搬布龙吧 加搬一个布龙就可以了 加搬布龙 再加一个 垂石 搬垂石 搬垂石了 没搬布龙没被吧 下一手还可以再搬吧 在这边打野的话 可能就是又是一个 豬妹 反黄子呀 这手我觉得和加里要配合 确实黄子还是更厉害一点 黄子可以的 对 反黄子 然后再拿个什么豬妹 挺稳的 哦 翻了NOC NOC的话 其实还真的是 那天有一场 NOC的较量是谁拿的 有点忘了 反正有人选过这个英雄 是谁拿来的 我记得是初期 哎 是不是就是跑步啊 我记得NOC是 拿了很多人头 然后最后输了 好像是 好像是 反正我记得是有人玩过 但是确实 因为不是自己解说的 有点心 扎克 扎克的话 选了一个卡 那他也是觉得 对方会拿 黄子 然后要拿一个卡子克 打 打野叉特吗 这个行程我真的没必要 没必要 拿卡子克 这样的话 对面不管是拿猪妹 还是拿奥拉夫 他在野双都能打 对 反正他现在卡子克 打奥拉夫 猪妹黄子 都是也是优势的 是的 这边最后一手 应该是布隆 然后那边 Top是要选一个 辅助加一手 打野 哎 这辅助 哎 说实话 啊 把布隆抢了还可以 我还在想 Top这里 是不是可以 拿一手辅助 啊 封女是保对线 对吗 我拿一手 疯女 你这里的进场 谁不怕我疯女 对 确实可以的 其实Top这边 拿一手疯女不错 应该比上马摩娜 效果要好 对 因为既然都 已经拿过这样的组合了 再加上疯女 还有护盾 给女警的后期 是一个保障 对 就后期配合女警 线上也厉害 后期也厉害 对 这边打野 还是黄子 黄子在北区 遭遇卡子 可以给我呛吧 哦 这边要来一个 布隆比较怕的 但是这个辅助 还是不稳 我觉得 保时稳一点 哎 有一个问题啊 金州这边开团不强 我觉得 西约跟维鲁斯的开团 不是那么硬朗 再如果保时 再补一个辅助的话 其实他们这种 开团能力 真的很一般 我觉得 那你说现在辅助 为还能补谁呢 牛头已经被扳了 他们现在开团的辅助 选择也没多少了 你总不可能 让我们就女毯 强行拿一个落呀 女毯呀 补了一个保时 感觉金州这版的阵容 开团 西约跟维鲁斯 但是他们这阵容 其实打团起来好厉害 开团没有那么强 但是打团很厉害 是的 而套部这边 还是一个四宝一基本 就是四个拳牌 然后配合加里奥 配合黄子有一手进场 但是主要的输入 还是靠女警 但是那么问题来了 三角形的对线 感觉还不如上把的 套部上把至少在上路 跟下路 对线是有优势的 其实这把的话对线 没有那么大优势 这把上路是远程打近战 中路是远程打近战 然后打野位是个黄子 倒可能会是成为一个X因素 黄子这把发挥得好一点 对 这把如果黄子出席 没动静的话 就黄子和奥拉夫 有一点很相强 就他们都是出席的干客 非常给力 对 但是在后期的团战 又比较脆 对 扛不住 看一下吧 套部这把 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整个来说的话 思路还是一个4保1 是的 而京东这把的话 其实阵容没有上把那么凶了 他们还是想打一个中后期的 他们阵容其实打中后期团战的 对 吸血鬼 纳尔 维鲁兹 宝石 这种中后期团战是很厉害的 但是阵容来说的话 没有上把那么凶 但是说实话 这把如果套部推起来了 京东跟并这个阵容也不太好翻 我觉得 对 如果真的能让女警出去把推塔的节奏 推起来 套部这个阵容 打京东这个阵容还是可以的 其实 你看 你如果敢守塔的话 我其实有一手 赛恩皇子 加尔奥强行进场 这个其实京东跟并的后排比较怕 你别说啊 我想了一下 这把套部如果真的女警无姐妹的话 所以应该有的打 有的打 真的有的打 就这把阵容 虽然看上去和之前的很像 但由于京东这把 其实是比较 我觉得这个京东这个阵容还是不凶 不凶 这把拿的是一个比较偏防守的阵容 这真的醒脑啊 醒脑 一嗓子下去感觉人家清醒了 你刚才快睡着了吧 那倒还好 这把的话我刚说的那个问题 京东这把阵容真的不凶 你看吸血鬼 那他们是可以进场 但是他们第一时间如果秒不掉人 就糟糕了 对 女警可以凭借自己的这种射程优势 而且说实话 京东跟面的进场 不如套部这里来的硬朗 不是那么硬朗 套部这里进场 就是不给你机会的 你如果京东这边 前期压制不住女警 打到一个中西什么局面 你进场 然后对面 家僚跟普龙反杂大 然后女警拉开局 得把血吸上来 其实你这里不好打的 王子和家僚带的都是电刑 家僚只把你带一个电刑 还蛮凶的 这还挺凶的 对 想道理好像 不怎么接他 这种英雄带电刑 一般会心跟密集 对比较多 或者带鱼震 现在也可以 是的 而且本来就是 你虽然说是中单 来了来了 二级 有机会兄弟 一级的牙膏带治疗的 但这一波的话应该吃1Q了 1Q 没有跟1Q闪 因为这边 如果你跟1Q闪的话 其实队友也跟不上 主要玉米没二级 还没空 也没问题吧 反正必须要告一个闪现再说 看一下这边 家僚 这个选择 玉米这个家僚 反正他就是打肉搏的 我觉得 他就冲回去跟你拼一搏的 凶是挺凶的 他这个就是2v2厉害 你发现表 对 他这打起来2v2还挺厉害 这个忠言很猛的 两个电刑啊 现在你很少看到两个电刑的忠言吧 杀啪 直接杨永信 电刑一下 直接把你变清醒了 哎哎哎 球球这边有2级 这边也是2级了 这边要反打吗 对这边走位很灵活 这边还是由于是个宝石啊 如果刚才是个牛 绝对1Q上去了 宝石对线还是不凶的 不凶 宝石反手厉害 所以反正金东这版的对线的话 下路还行 不是那么厉害 哦 这边 我才注意到 他们是带了一个护盾加治条的下路 这个下路也没想打 这太狠了 这好复古啊 这真的是去年那种香炉怪版本 才这样玩 香炉怪版本 哇他这个是 金东感觉他们这把就是不想说前期就 跟你拼太狠 他们就打中文西团战的 呀 这把感觉 他这把可能会打得比较后期 我个人认为 可能会是一个30分钟以后的局 主要是这有点不给活路啊 来卡斯克 看一下 做我们的这个纳尔 也算是他现在这个招牌英雄 对线还是没什么大问题 但其实这把我觉得可能出击节奏会打得非常 很慢很慢 这把两边阵容一选出来就是说了吗 发育 发育什么 都没什么进攻 刷刷刷 刷到后期再玩 刷到后期的话 金东伤害点多一点 但是 Top这边的宝牌 如果女警够肥的话 其实也很难死 这个女警这把真的很难死 Top就一个核心点 守住女警 因为这把招团战不死还是挺难搞的 对 因为金东这边的手其实并不长 他们没有说那种硬控加硬伤害 他们硬伤害是有像西叶维之种英雄 但是他们的硬控不够硬 没有像洛啊那种 是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把布隆换成个风女 啊 就稳了 这一把反而我更看好Top的阵 就你觉得风女后期的反手 哎 哎 好像没看到一瞬间吧 看到一瞬间 看到了看到了 你想想看 你纳尔进场 坎克进场 西叶鬼进场 主要西叶鬼真的很怕风女 看到这个风女真的是头都大了我跟你说 我觉得西叶鬼打 打这种伤害 为最怕两个英雄 一个扇子马一个风女 对 这两个人是可以迅速把水量抬上来的 西叶鬼看到这两兄弟 这两姐妹 很头疼的 伤了的话也是压制住马瑞 哇 这纳尔的对线还是 很强势的 做我们的个人能力不弱的 对 这边赛的还是艾莉 打消耗 往这边回家 剩到一个四级 现在下路对线的话 球学也是把兵线推了过来 这把球学套 下路对线还是 比较凶的一个组合 不过上路跟中路这把 够呛 这把一定要把下路的对线打好啊 上把的话对线其实没打好 这把所以卡仁其实也是在 平凡的想帮下路 帮下路的话其实也 不那么好下 因为我们说的这边是一个 护盾家治疗 这个太猛了 太防守了 人家下路就没想和你打 怂住 对吧 这边是野区逛一逛 看一下你打野的位置 主要是没得刷了呀 好 又放了一个很刁丹的眼位 哎 这边后面出事 有可能 来了 有了 漂亮 这又是套路这个双电型 相爱太高了 电聊一下 这直接把卡仁克给电弧了 RD这边要打出布鲁的被动了 插一下 布鲁的夹子接到 再接一个暴头 再加一下普攻 但是讲道理 你发现京东跟别的下路 一点不慌 我护盾家治疗 你给我这打什么玩意儿 因为确实维鲁斯的爆发能力 其实比较女性要强一点 即便你能打出两套暴头吧 但我维鲁斯的技能厉害呀 对 这边上路的话 对我们也是升六 马上这边也是也有开车了 不过这把套不前期 确实比上马打得好太多了 是的 至少三条线稳住不说 还在野区 斩获了克里斯的人头 这波卡仁克很伤啊 因为他这个时间 刚好是一个 都没有野刷的时间点 对 然后对面的打野 拿到了一个助攻 然后自己这里回来再刷 就先天然落后了 挺断节奏的 W拍到 漂亮 这边还能跟上 再拍两下 给个Q 再继续追 所以我们这个纳尔确实到位啊 水晶鞋第一线出的装备 也是比较克制赛 哎呦 打一个克 我这脚踢到了 减速给到了 现在马上在上路 但没人帮助的情况下 其实打这个纳尔是真的打不过 他这个装备主要出的很糟 水晶鞋一出 你这边不管是控制 减速效果 包括你一技能的魔法伤害 对吧 对 我都可以抵消大半 不过确实在打野位置上面 黄子初期的进攻性还真的是强 甚至在很多局面下 他是比浩拉夫要猛 他这个EQ二连干脆利索 干脆利索 主要是击飞效果 只要能挑到就有了 对 而且黄子初期配合那个战争律动 那一下伤害非常 这边格力的过来是被视野看到的 这边会不会有问题 整得了往里照放视野 那这个还好 看一下对方蓝Buff处的情况 对 有这个眼位的话 自己可以比较轻松地收下这支核道线 现在Top在前期是有一个打野的小优 但是其实现在在每条线的对线你发现 反而是京东这边更胜一筹 是的 所以导致经济并没有被Top拉开 上 中 下 感觉三条线的对线 好像京东都做得更好一些 这边E技能 但是RD 这边又是一个走位不胜 夹子的接到吗 太近护盾了 又是一发暴走 但是球球的血量太低了 这是用奶量 抵消你的伤害啊 你伤害高是吧 我奶更足 对 这直接护盾开起来 大招给他球球 一定能接到云雪 伤害高吗 有了 这边闪现又被招数了 直接被打死 而且这边布鲁再不走的话 有闪现有闪现 哎呦 这个对线又 两个人2v2被击杀了 这真的不应该 而且对面是没有在进攻的 赵远石天赋 对 两波对线Top真的下落没打好 但是展道里刚才RD放的那个大招 角度也够掉 这波看能不能找回场子就看你了 来了来了 先勾引一下 发哥这边眼睛很到位 不会是你 哎 RD大招盖上 大招落不下了 闪现躲开 完了 保守他落下了 玉米这边没闪现 追不上RD了 又崩了 哎 这RD有点弹了 哎 这样的话还可以回了下雪感觉 这 为什么 哎 他就是感觉想收个人头 我觉得 这你怎么收人头啊 你这里队友的技能都没了 这一波的话 其实是稍微给对方蓄理一下 这蓄理一波大命 要不然这一波感觉下落大爆炸 哎 不过这一条土龙可以拿下来了 还是优势 反正现在京东下落还是优势 对 京东下落优势的话就难受了 因为 Top还是要仰仗下落这个点子 哎 哎 这皇子 小心点 还好那边没空了 因为宝石没拦了 女警 神奇EQ 有没有 没有 哎 这样的话感觉 这把套位又难打了 然后两把都是这种 呃 四宝一体系 但是一的那个点 线上又没打过 看一下下落 这一波讲道理挺凶的 对 发哥在勾引 但是没想到那边 宝石的大招就落下来了 而且这一波RD跑掉的话 这一波就雪转 雪转 雪转 他这个真的有点瘫了 他要放个Q 直接 Q的同时对吧 你的移速没那么高 哎 我反身一个炫耗 可以 玉米这个Q放的也很准 对 猜到了你的小九九 小九九 喜欢杀我是不是 我跟Zoom在上路就是 好好的发育了一波 现在玉米在前期是拿到两个头 还不错 一个一血在家下落 RD一个人头 其实中路加里奥挺肥的 但是宝女颈啊 女颈这个防御塔 我觉得该来一波了 不过对面 哎 我觉得 其实下落这个宝石 选的挺刁钻的 啊 就防你过来 搞我 然后拿我塔 我告诉你 我就死守了 反正我这把真的没想过 要杀你 对 我就能保命就可以 我就护增加治疗 来嘛 哎 他也是 他是保命不少 还杀了别人两次 这个挺过分的 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他宝石加V主斯 在护增加治疗 保湿杀了对面下落 保湿女神类一摸 太夸张了 前面要打一波 闪现EQ 就干没闪现的RD 这波应该有了 哎 TOP这把的节奏起来了 W 潮风到E景的井飞 人头可惜 给女神一个呀 这一波的话 灰飞烟灭 这一波真的灰飞烟灭 这一把就是TOP这个中野啊 发挥了 对吧 对 一个301 一个103 很舒服 带着女神飞 哎 这一波看一下 下落防御塔的血线 应该还比较健康吧 这把感觉TOP有机会啊 突然间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 哎 非常健康的塔 这把就是女神的推塔节奏 但是塔的血量稍微点高 慢慢推 卡自克过来了 皇子在侧翼 等的就是你卡自克 嗯 但这波应该不好杀了 算了回 撤 收 哎 再来一波 哎 这塔 你到这么快 这就是 你想还端时间了 11分钟了 这一波舒服了 这一波很舒服 这个球兽 这边是回了头大的 这缓解了大部分的压力啊 对 可疑是没拿个头 拿个头的话就更舒服了 这边回家 补击一下装备 回来再打 然后再来一波 起飞 这一波回家能 刚才唯一的遗憾是 没有给到全球人头 对 其实 这边需要塔钱 包括什么单吃塔呀 或者说出现人头 对 来让自己的女警 尽早的加入战斗 还可以 还可以攻速 还有学家黄叉 豪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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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瞬间奔小康了呀 豪华了 现在日子过得好 主要还是政策好 政策好 这把这个黄紫加加雷奥 死保下 这把其实思路就很清晰 想明白了 上路就给 抗压 马瑞选一个赛恩 赛恩不会死的呀 对不对 你补到就行了 对 只要不死 然后我那边 钟叶无限去蹲下路 而且现在 金钟革命 还不敢去打下路 就金钟革命 现在打不过 对 这个钟叶主要太厉害了 对 那边吸血鬼 是个巴欲型一手 打掉 按着吸血鬼 就打不快 他说 你说你说加疗支援的时候 你能把对方塔摸摸 对吧 但现在吸血鬼 唐浪汉能做的事情 很有限 现在两边 应该是一个 Top的小优势 因为现在中野的战斗力 制约能力 都比对方要强 是的 而且黄紫节奏起飞了呀 103 初期四个人头 全部和他有关 这种黄紫 打起来就很舒服了 现在就是什么 塔 下路这个塔 一定要拿下来 塔已经黑了 对 再来一波就有了 这一波 看加疗的大招 加疗现在跟黄紫 都有大了 可以来一波 而且要算 中路塔还是叫挺快的 W应该大路不到了 但是 现在下路 京东跟兵的下路 有双招了 有双招 有双大 其实就不好越了 确实 他们下来这一波 其实 把对方赶跑 然后再把这个塔 拿了也可以的 黄紫过来 你已经能 劝退 这边还要干扰 下一点蛤蜊 这个塔应该要放了 想强拿 算了吧 我觉得京东这边还是溜吧 这边一手吗 哦 要做一波买 FB双TP 看一下这边晕倒 要杀黄车 有机会应该秒了 哇 这波京东想的是不是说让 还是想要卡给你 但是人头我要拿 不过上路这里 纳尔和赛恩 打断了TP 还是不要死了 好危险 死不了吧 死不了 有盾 这边做过 没有太多的方便想应该是 这波可以啊 但下路这里想应一波 看一下维瑞斯位置 知道维瑞斯这里没有大招 大家不能打得过吗 打不过打不过 冰线来了 是啊 还变得反打了 还好女酒的走位 躲开了这个晕 但是有一个TP亮了起来 杀子杀得比街道漂亮 杀子真的很好 韩克也来了 不过这里大招落了下来 保持活了下来 这边要先来球球 球这边差一次 要被套死了 颗粒的拿到圆桃 马瑞这边下来 杀利尔打着保护一下 杀利尔下来 也是有闪现的 追不上 血鬼也来了 人家是可以丢了 那这样的话 球球这边 身亡之后 这一波 感觉套宝还是蛮伤的 主要是球球又 还是不好打呀 大哥又 大哥又死了 而且上路塔要没了 这样的话 塔数追平不说 可能还要反超 你看上路 上路纳尔起飞 这把你要是 不管这个纳尔的话 纳尔中期代线 你也吃不消的 是的 拿好朋友 一位一代线的话 只能至加里奥过去 帮忙防守一下 150刀 一个塔线 塔数追平 然后两边的经济也是 哎 这一波 好凶啊 这波难受了 闪现躲掉 这边反打 但是这边选招神 看起来 RD这个是属于 这真的是 完全没必要的一个失误啊 这种失误其实是比较 其实这两 这这把两边 AD死的都有一点多 我觉得 有点多了 都是不太应该的 这波失误好致命啊 这闪现也被打出来了 这女警又活过来了 对 那这段时间的话 可以女警继续在上路推 两边的AD 一边死了三次 一边死了四次 死的都有一点多了 我觉得 呃 一边死了两次 对 其实现在两边都有机会 讲道理 真的是死了点多了 这一把打的 哎 哎 超风给到 打一套 哇 说实话这电刑 家里要伤害可以啊 好痛啊 感觉 好痛 这感觉比 灰心那种痛多了 好像 过来还能拿个篮 其实这把 TOP真的有机会 有机会的 我们说了呀 他这个 后期保住女警 对吧 而扎里奥 跟皇子前妻 这么肥 其实扎里奥 跟前妻 那皇子前妻肥的话 他们可以补充很多的伤害 而且女警真的就是 你只要给他卡推就可以了 对 这把还真的不好说 我觉得 不好说不好说 现在反正两边都是一个军事 峡谷先锋 两边现在有点难争夺 因为双人路都跑到上路来了 这个时候 你去打峡谷先锋的话 就意味着是一波小团战 现在TOP这边的强势点 是这个 家导的一个参团 现在京东是防不了 而京东这边的强势点 是一个纳尔的单带 对 TOP这边也防不了 纳尔现在单带 要比赛阳顶线蛮多的 等级 装备 经济 所以现在两边 现在都有自己的一个 强点 看怎么利用好这个强点吧 不过比较难受的一点 真的是上路的双人路 女警这里的塔被纳尔带掉了 要不然上路继续对线的话 我觉得TOP真的还能打 多人包夹 但是被打兵线轻掉了 上路塔的水量还满呢 炸的跟前补起来 螳螂得来啊 其实威力也没来 逼走了 这波其实TOP这一波 斯威斯打团的话 应该是有优势的 现在加利奥这个点 还是蛮强的 是的 只要加利奥跟黄总 能配合好的话 我觉得京东现在在上路 应该是B站为主 我觉得加利奥 应该还有一波支援的机会 想吃下加利奥 被看到了呀 你进口之前就被看到 加利奥现在好肥呀 你看 是的 三个人头301 而且出的还是时光杖 对 特别稳 特别稳 这把其实加利奥 跟黄子前期这么飞 是京东没有想到的 京东本来以为 自己前期的暴团 应该是伤害上面 有领先的 这一把就是黄子节奏 对 黄子这把是 压制住了 螳螂那个发挥 如果这把黄子节奏 没起飞的话 再加上一开始的时候 直接下路 下路不是打出了 一个对线击杀吗 如果没有黄子节奏这么好 我估计这把TOP 已经是很难 很难救了 但是螳螂这边 拿了两条龙 而且是土龙水 还不错 还可以 这好像龙拿的 也是挺关键的 下招还是火龙 其实我觉得TOP 现在应该是 利用小龙去打团的呀 对 他们这段时间 好像又 打开不了局面了 他们现在其实想推这个上塔 但这个上塔 你如果不是四个人来的话 一起来的话 还真的不好推 现在京东也是把 整个的战线扶开 是一个131的 一个阵型 而且说实话现在京东有点稳住了 女警的退塔节奏 我们所看到的往往都是 先是比如说 先推到下路一塔 然后下路的一塔 估计会在至少三四分钟之内吧 其实TOP这个节奏下来 会给京东很大的机会 对 因为你看京东这边的C位 维鲁斯摸出第二线攻速装 而且大尔现在有点急救不掉 维鲁斯摸出攻速装的时候 要比女警摸出无技呢 要快一些 因为女警第二线做了一个水晶实弹 但我维鲁斯两件套的时候 可以打下一波团战 而女警是打不了的 水晶实弹也可以 这个先保命嘛 对 大完就脱后期 不过这里 有没有机会开一下这个卡斯克 来了 哎呦 没找到 这边直接给大宝石跟家聊 打着同时下来 这一波的话 是敌销了很多的伤害 这边要选择反打了 结果进场 但是维鲁斯已经倒地了 这边女警配合 家聊的伤害还可以 秒掉这边的下路双人组 这一波 这一波炸一下 没有后续啊 这边竹不过来的话 也是个小那儿 这一波非常漂亮 又是皇子又是中野 把套部的中野打 真可以 一波想打断 Zoom的跳 但是没有成功 女警要推塔了 哎 这个中塔掉了的话 套部节奏就来了 但是Zoom这边 有一手反拍 他上不上 好像是劝退了 没有伤害 没有伤害 这时候上没有伤害 主要是下路双人组 这个时候不能死啊 下路双人组死的话 正面是没有伤害的 下路反应还是保不住 因为没有自 没有闪现的这段鞋 好怕这个皇子加加辽 是的 即便你有护盾 你有治疗 你有这个宝石大招 那你发现你是真的保不住 这一点就不难看出 套部为什么选择在第一手 帮币上面把塔布拌掉 还不过这把这个球球 有一个点做得很好 他这个夹子 阶段每次很及时 对 外表夹子放得很好 你过进场 他自己的技能 还是放得很准确的 然后再拖板 现在套部确实是 占据了一个局面的领先 这把通过中野出色的发挥 这个应该留不到 哎 卡斯克要小心一点啊 这家里要 电型家里要的 等会给你电击治疗了 你都不怕你 咱现在中亚都有了 看一下这一波 这个宝石 大招也放了 但是防不住 主要这个 黄子加加辽 这场太厉害了 全是假的 黄子还打出了第二套EQ 其实我选了 京东给你正面 只死掉两个人 已经 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京东现在团量还是不好些 要等什么 要等维鲁斯有闪 然后再有 第二线那个 公祝庄 还可以打 没有这两个东西的话 他们被 加里奥跟黄子 肉搏的话打错的 宝石 大招虽然每次都落下来 但他就挡得凉了几秒 所以我们这边 丢了个标 下路塔的血量 倒是不多了 但是马日 现在也很清楚 我只要守着塔 就可以了 是的 主要下路这里 就我觉得双人路组合 京东给你这里 只要能在团战里活过第一波 就是黄子和加里奥 进场的第一波 其实京东给你就好打 对 他能把第一波 对方的控制 那波的伤害 抵消掉的话 就厉害了 对 假的真不起来 要推塔了 这把套路的节奏 总算是 看出了一些端翼了 对 这个是一个 合适的节奏 就是你既然选了 这样的阵容 不过下路这里 能不能守一下 好像守不住了 这塔确实吃了 要掉啊 哎呦 打不过啊 现在这个大人 好凶啊 三环 卡子克来中路 帮忙防守 不过女警这里 退塔的节奏 确实是 有点没起来 不过中路这里还可以 终于是拿下了 退掉中塔 双方的防御塔 现在是持平的 京东上面的话 Top是领先了1000块 京东现在就是刷扎刷 他们想等自己的 C位的关键装 包括西约鬼的穿透 还有这个 维鲁斯的攻速 不过我们之前 是看到过这种 凶贵阵容 就是四前排 怼脸 这个阵容 打到后期不弱的 对 两边阵容后期 都有的打 都有的打 Top保牌 京东那边是冲脸 这把确实RD 这个维鲁斯的发挥 现在还没发挥起来 这把维鲁斯打的是 有点问题 因为你维鲁斯 太多次了 对 真的死太多次了 ADC的话 20分钟死了四次 前期的伤害能力 他的优势期 没有把握住 反而被女几 拖到两件套三件套 那你维鲁斯 那个时候 就不是那么厉害了 这把 还有一个点就是 维鲁斯输出环境 不如女几好 是的 女几就在 全外面输出 维鲁斯要在 皇子 加尼奥的 加七下 他得在别人脸上输出 对 这把维鲁斯挺难打的 你前期再没有利用好的话 你后期 就不好说了 对 牙膏这边要做穿透了 再不做穿透的话 对方这两个前排 一点A不动了 这个前排应该是 纳尔这里的话 也没有带唇 纳尔这把 没有出唇的 这个带线 他没有做 他没有做冰锤 或者破败 一些挺意外的 是的 这把其实要 拨一个攻速装带线的 因为这把 今后期就靠他带线的 对 正面战场的话 应该是不好打的 因为对方 家里要跟皇子太强势了 纳尔这把的带线 他可能觉得女行的暴击装 起得太快 直接是摸了个蓝盾出来 但现在离他打团的话 还早 还早 他这个蓝盾 是不是出的 他还想打这波火龙团 这波火龙团的话 如果能打好了 确实有机会 因为我们看到 维鲁兔两件套 纳尔两件套 不过火龙团 说实话 Top的阵容 在这个时间点 以及现在的经济领天 他们是有些优势 都有机会 这波的话 阳高被布隆近身了 打出一个布隆的背斗 但这边的话 兄弟们也是迅速追践过来 反而要是阵队一下 Curry 这边被打了一些血量 一起的再炸一下 伤害有点高 看这边得撤了 这些黄子的血量不好 这边一边伏笔 这边大了大的不错 但是留人能力的话 确实不足 但是有一个好像是 火龙不就有了吧 对 他这波确实打得可以 他只要把这个黄子打退就可以了 没必要杀他 看一下黄子现在回家了 这波火龙 有没有机会 Top去征所一番 这波的话 Top应该是不敢来了 还要来吗 好像要来 因为黄子这边过来的路上 黄子不在 这个位置可能是 Top的一波开传的机会 但是血鬼没有大 两张没大 看一下 Zoomu又到了 这波有机会吗 Zoomu这边拍一下 绿毛是闪现跟一下 球在这边 是闪现躲掉了Zoomu一个大招 而且Zoomu大招拍得翻了 这里Top打得还不错 这边整个有优势 这的话下的绿毛 绿毛这边有点稀奇了 这波进度记得是真的不应该 拿完火龙就应该溜的 双杀女性 大龙25分钟已经有了 这波对Top来是一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 说实话 血鬼没有大招的话 他们的团战是伤害不足的 Zoomu跟绿毛两个 真的不能开 不能开 他们开上没人能跟 没人能跟着伤害 这波开团开的问题有点大 哇 大龙应该有了 这边应该是 Tino不敢过去了 螳螂要不要尝试抢一下 看一下这里怎么选择 团走斜子 过来满血的玉米 回到战场上 大鹏展翅 保护自己的队友 特利典那边 側翼遭扰 就看一手抢龙了 然后这边又踩了一个 夹子 被这边一个爆头 而这边在A法瑞 这边要骗RD 要杀 杀女性的夹子上面 在这个Q异的 固定看起来没用 球球三发 带走到RD 这里只能看 卡特这一手了 挺手 111点血 这一波团战 这一波团战 打的优势太足了 漂亮 而且京东又犯了年轻的错误啊 然后这一手大招已经是 还换了一个 还可以 但是也不影响大球了 这把套部应该比较稳了 比较稳了 这一波团战真的不应该接啊 京东以为黄子还不在 但是黄子其实赶得挺快的 其实这波团战接没想明白 拿完火龙本来是京东正面转的一波 对 因为这个时候贝鲁尊没打 牙膏没打 拿什么机啊 没伤害了 这波指挥的失误有点大 对 强行拍 强行拍的局限 球球闪战还躲掉了 这个闪战躲掉那的大招很关键 而且加聊的大招是击飞了四人 哇 这波加聊太舒服了 控制 击飞 Q型的伤害 全打满 是的 然后大龙这里的话又送了一波 套部现在总算是打出了 他们想要的这种结果啊 四人推进保女警 这就是什么 一开始那两波方下路方队了 这把中野发挥好 对 中野发挥非常完美 这把110 要不是这个中野的话 要不是这个中野的话 其实这把京东的下路 应该是有些小优的 对了 哇 中路帽都有了 卡着这个皇子感觉有点东西了 哎呀 皇子 挺舒服 节奏好 看一下这个大路UP能推到塔了 现在正面战场上的话 我感觉 应该是保女警就好打 保女警就好打 不要着急 反正就是 TOP这边打法 就是保女警 我拉扯 我不打先手 我就等你过来杀我女警 然后我保护就行 反正京东这边要想办法 去打一些先手 要他们冲不散女警的阵型的话 他们是打不过对面的 对的 刚才女警的闪现是没有的 这可能对于打盘的时候是个机会 但是 结果的大招才刚刚撞好 必须要冲散女警的阵型 对 现在也没有小兵驱逐气 中路一个大炮车 大炮车 大炮车 大炮车挺稳的 发哥这边直接举取盾牌 保护自己的炮车 女警的输出 现在先鞠一下牙膏 让我们这很多 有点守不了了 炮车一炮一炮还是挺厉害的 对 没有清掉炮车的手段 不敢伤啊 现在 炮这把很有机会 继续跟上 从我们这边被减速一下 直接推塔就可以了 没必要杀人 就保女警 现在中午在旁边 想骚扰一下 但是并没有机会 这把女警的特产节奏 完全起来了 下落的兵线 卡兹克好像是要去断线的 卡兹克的话 对 他想清一下 对方没有大罗马夫的 这一块兵线 但是对方马上赶过来 大罗马夫还是给到了 卡兹克的清兵线 清流点慢 但这一波没有大炮车 二坦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 哇 二坦轻松拿下 经济瞬间扩大 瞬间扩大 已经是8000 很稳 这把继续推 推中路 推下路这个高地 中路高地已经破掉了 下路这里没有大炮车 真的没有回头的意思吗 套普这边 套普有点狠啊 有点厉害 这一波的进攻 打得这一波不打得 给你喘息机会了 这边必须要想办法了 再不想办法就是平推局 打招给的还不错 马人的伤害 这里的话 玉米是留下牙膏 牙膏那边一进的进场 没有找到闪现进场的机会 牙膏那边吃 哎 这打到包的 相当很一般 只包那个黄子 但是后续怎么说 你觉得是不是位是非常舒服 完全没有打出来 八个这边提起盾牌 哇 梅鲁斯和血鬼的大招 放的都很一般 大人也没有找到 进场的机会 这波血鬼大招没放 没放好 哎 就是前面说的 他们进场不够硬 他们进场的话 就是血鬼跟那个 维鲁斯的转开 没有那种特别硬的 能把运紧 或者说能把对方 阵型分割开的那种硬开团 那这样的话 直接破掉了一路高地 这样一路的高地防御塔 下一条土龙 Top现在也是一个优势期了 然后这边法川棒 啊 水银刀也有了 运紧的水银刀也有了 这一把还是 我觉得是维鲁斯 初期下路没打好 以及刚才小龙团那一波 小龙团那波真的不应该 那一波开的有点 有点莫名 真的有点莽名 有点莽撞 那一波不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啊 他们两个大招 关键大招没有 是的 他们那个时候只有保护型大招 没有进攻型大招 这个时候球球携带 这样一身装备 再搭配这样一个阵容 现在 哦 有发 牙膏应该要死了 然后这边闪一过来 正好迎头撞到马瑞 这边还能不能操作 先挂一个点燃 不给你挥水的机会 炸一下 哦呦呦 一发爆头 这发爆头舒服了 那这样的话 下落的高地是守不了了 帮忙挡一下 主要维鲁斯现在正面的战斗 和女警差距太大了 主要还没输出环境 对 他装备差不说 他还没有输出环境 你看装备差了多少 这边女警已经四件了 这个连第三件装备 还没有做出来 这得可以推过去了 我觉得牙膏都不在 京东根本就不存在反弹的机会 是的 牙膏还有十几秒 这两个门牙至少是守不了 看能不能撤到牙膏复活吧 谁会这边在点塔 夹着一步 感觉是没什么太好的机会了 这一把 好有一个加勒号的精神小兵 这一波是打到一个宝石 女警疯狂点塔 球队这个时候想得很明确 这边梅鲁斯开大了 牙膏复活 梅鲁斯打到空间 布龙 哎呦 牙膏直接 打到过下来 要杀牙膏 球就闪用来 爆头击杀了对方的吸血鬼 以及阶级神一般的杀戮 这边那跳过来没用 哇 这一波是怎么 我感觉这一场京东打得太奇怪了 这自从小龙那一波的决策失误之后 整个的京东在正面已经丧失了 最后的抵抗 最后的抵抗 抵抗不了了 超神了 超神了 八个人头刚好 哇 围绕自己的打法 终于是赢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这把确实套路 这场胜利也是来之不易 首先中野的发挥 我觉得这把相当精彩 是的 完全带起了下路的一个发挥 但是说实话 我就在想 为什么 就为什么京东跟面在明知道对面 中野要这么打的情况之下 他们好像应对的 做得很一般 我觉得京东这把的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BP也好 在后来的思路也好 不够主动 完了 现在我告诉你 京东思路已经乱了 思路乱了 苏宁赢了一场 苏宁赢了一场 他们认为苏宁可能赢不了的比赛 对 然后自己又输了一场 自己不该输的 现在第三局 我告诉你 结果应该是扑朽迷离 这把最后球救 还是 男生的超神 人打出了全场最高的伤害 是的 然后 套部也是凭借下路 包括中野的一个节奏吧 这把确实MVC 我觉得还是应该中野的 中野这把节奏太好了 中野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 会给到一个加里奥 这把中野打得好 中野首先把下路节奏带起来 然后关键那一波小龙团 也是加里奥 的一个出色发挥吧 其实我觉得京东这一场 还犯了一个年轻队伍 常会犯的错 他们在中后期的决策上面 做得不好 比如说 第一 大尔他想打这波火龙团 一出了这样的装备 那你出了这个装备 你火龙已经拿下来了 然后他还选择了 我一定要和你打这波团战 没必要 结果被逼到了一个 特别烂的位置 打了一波团战 其实京东那一波 如果火龙团不打 就打完以后跑 没什么事 其实都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都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但是突然火龙团打完以后 觉得跟对方刚一波 但那个时候你想 吸血鬼没大 维鲁斯没大 对 两个C位没大 然后那儿又拍了一个 很勉强的大 还没拍到人 没拍到人 那你这个时候 加里奥防死 对方的控制性场 你这边后排全部被A 主要是你为了跟宝石的闪现 对 然后你跟过去以后 你的阵型本身就很烂了 那一波确实 只会有一点点毛草 对 应该再本意是 当时他们的指挥 应该是直接秒女警 但说实话 太难秒了 如果他们刚才 那一波团战 又可以打 不要搞女警 就杀前排 没这么多事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打前排的速度 也很快 反正我觉得那波团战 真的不应该看 反正 关键双飞没大招 对 然后对面皇子 又是马上赶往战场 满血的皇子 再配一个当时 非常无敌的加利奥 怎么打 真的打这个加利奥 加利奥当时装备很厉害 对 有中亚参业 最后就给到了打野 这把他主要前期 我记得他是前期 真的是参与 参与了100% 是的 完全带起了前期的节奏 而且那个一雪 击杀螂也很关键 对 他又在野区击杀螂 真的是把螂 解释的节奏 打得比较乱 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他们抑制出了 京东这种气眼 或者说他们的这种士气 能感觉京东 其实第一把打的 京东欲望很强 是的 但第二把的话 包括他们的BP 他们的招牌 带法 包括在前期的一些受阻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版本 谁怂 谁就出事 谁就出事 这绝对不是一个 你说我求稳 或者我怂住的版本 第二把京东 我感觉他们想求求稳 拿了三条线 感觉好像还不错的一个体系 但是你这个体系 对你几乎没什么威胁的 确实没什么威胁 然后关键是我 最后确实没看懂 就拿了一个什么吸血鬼加纳尔 这个我觉得问题还挺大的 我真的觉得吸血鬼加纳尔 问题还挺大的 然后自己也没打好吧 自己也没打好 我觉得就是前期也好 线上 线上首先下路 死了太多次了 是的 然后在中野的对抗上面 也是这把完全落了下风 对 再加上牙膏这一边 选到一个吸血鬼的话 其实他前期的节奏 也没人能去带 对 他们前期的话 想跟卡斯克一个人带节奏 有点难 他们前期一直是很被动的去守 在打什么塔下的GP 想打这种宝石的开大反打 但其实你的主动权 一直握在对面的皇子加加纳尔身上 是的 你这边一直被动挨打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下路 因为他们拿宝石想的 就是宝石开大反打 其实 我就觉得下路 自从加纳尔那一波擦边Q 抽死RD以后 他这一把也就不会玩了 对 他到后面的装备 你想想 本来初期对线是打优势的 然后被连续中野搞了两波 他的装备就一直落后预警 对 导致他打前排也没伤害 然后团战里面根本上 其实对线的话 2v2 今天都算是打赢了 算是打赢了 他们有一次击杀过对面 但是后来的话 有点不太小心 对面的这样一个中野的联动 是的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得到消息 进入在第三场决胜局当中 是主动选择的蓝侧方 那究竟这个PO3 谁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我们一会儿来看